是一個垃圾桶 那我們為什麼會做這個垃圾桶 因為每次在公園運動的時候 都會看到垃圾已經滿了 趕著要掉出來 風吹了 環境都是垃圾 很髒亂 但是還沒有滿的時候 清潔人員來看一下 又沒有收走 所以我們想說 製作這套裝置 來讓清潔人員不會這麼累 也不會讓公園環境變得這麼髒亂 那這 這個垃圾桶的功能就是說 在他垃圾滿的時候 他會將他的蓋子鎖住 不再讓人丟入垃圾 好的繼續 這時候他滿了 他前面的LEG燈就會變成紅色的 也就代表說 垃圾桶滿了 不能再丟入垃圾 只是在公園運動的 那個 民眾就會知道說 欸 滿了 那我要去找下一個垃圾來丟 垃圾桶來丟 他上面的太陽能板就是說 在白天的時候進行 充電 讓裡面我們有裝一顆蓄電池 讓他充滿 晚上的時候可以繼續 呈現工作狀態 那太陽能板在早上的時候 也會給垃圾桶所有的電力來源 那我們 垃圾桶只要滿了 我們主控裝就會顯示說 這個垃圾桶已經滿了 他的位置大概在 什麼地方 他主控裝的人員可以直接用無線電 告訴在那附近的清潔人員說 這個垃圾桶已經滿了 那 是不是可以去清理一下 對 第二個垃圾桶接上之後 大概 我們主控裝裝 等個35秒左右 他就會顯示說 垃圾桶已經接上 連上線了 那 35秒也是他開機的時間 那 這個 這個垃圾桶 其實他 我們透過我們的Wi-Fi 來讓主控裝知道說 欸 我們有 多 這麼遠的距離可以 可以 連接的到 可以連接的到 那 現在我們的主控裝 已經顯示出第二個垃圾桶 我們可以知道說 他是可以正常運作的 像是這樣 這樣 這樣 什麼 行進去 有這樣的 有的